社運人士和公義都是遲來的 社運人士和公義都是遲來的 現在是公義 8點 我已經叫我8點 我現在8點 好好好 大家剛剛在分享環節 分享一下你 有什麼跟大家說一下你的心聲 或者你怎樣去看這個案件 各位朋友 首先大家好 去到大後日 我就和邵家祖走了 我就是這樣 我們去的地方都是那個 就是荔枝國 和大家一樣 不過我在那個收押所裡面 你們可能有機會在外面 因為現在好像有些朋友 又發了一些 又說什麼 荔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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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線畫 今天大家穿這麼多黃衫 就知道我們這宗官司 當然要打上去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投降 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我們在裡面 我們在裡面 就要繼續去鍛鍊一下自己 大家在外面 要拜託各位 對 最近我在網上 我看到網絡興起 我現在去看網絡 我看到什麼 就是 有人說 說我和阿俊 就說 黃浩銘 要在法庭上 要拿這個 社會服務令 社會服務令 不是這樣發布 他肯定很害怕 很害怕 現在這樣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我必須要承認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大家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麼 我說過很多次 我最害怕的是 鴉雀無聲 所以如果當我進去之後 我希望外面 不要鴉雀無聲 就著這個 逃犯條例的修訂 大家 再大一點的聲 在4月28號 一起出來遊行 好不好 好 OK 是這麼多 是啊 有什麼說